Hello,大家好,我是大铃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而Facebook作为全球最大的社交服务平台,是众多广告主的首选投放平台。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Facebook的家族产品,帮助大家了解Facebook的入门基础,做好广告投放前的准备工作。 1.Facebook广告平台及相关产品的介绍。 1.为什么跨境电商会首选Facebook? 1.用户基数大。Facebook是全球最大的社交服务平台,覆盖的国家多,用户也非常之活跃,用户基数大,越活在24亿左右,不仅可以跟亲友对话,也有很多潜在客户可以开拓。 2.受众精准定位。Facebook是受众,非常精准的平台,主要用真实身份实名制注册, 2.包括真实的地理位置,所在国家,真实的兴趣爱好,真实的生活轨迹等,为我们后期投放广告提供依据。 3.业务目标多样。Facebook业务目标多样化,提供各种方案,帮助商家实现具体的业务目标。 4.可以根据需求,KPI,在Facebook上面,选择相应的广告形式,去进行投放。 4.不受设备限制。Facebook的广告格式,可灵活用于各种广告创意,且适合在各种设备如手机、TC端、平板上展示。 4.广告同样可以触达不同设备上的人群,从而帮助商家实现特定的业务目标。 2.Facebook平台产品。Facebook数据基数庞大,日活达16亿,日活超过24亿。 我们的广告能够去触及真正活跃的人群,带来广告响应。 数据显示,Instagram拥有超过2500万个商家主页,被Facebook收购之后,并入广告系统,开启了商业化的营业之路。 截止目前,6时,的用户表示,会在Instagram了解新商品信息。 所以商家在上面建立商家主页,可以起到非常好的品牌效应。 超过2亿的Instagram拍课,每天至少访问一个商家主页,三分之一的热门快拍来自商家。 用户在Instagram看视频的时间同比增长80,超过200万的广告主,会用Instagram分享品牌故事和发展业务。 促成交易,在Messenger上可以发送商品、服务信息。 客户在对话中直接购买,提升知名度,在Messenger直接服务客户,让他对品牌建立相对的信任感。 提升品牌知名度,让客户知道我们一直在倾听,在Messenger上进行实时回复,让客户知道我们一直在为他们服务,让客户按照自己的需求和节奏进行沟通。 WhatsApp是免费替中小企业主开发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创建目录来展示产品和服务。 拥有以下功能,商业简介,提供相应的产品信息,包括地址、商业描述、电邮位置、网站产品目录、品牌信息。 快速回复 WhatsApp可以保存信息,客户再次来访问时,可以看到之前咨询过的问题。 我们可以更快速地去响应客户的需求。 自动回复 当我们无法回复时,设定自动回复可以让客户知晓和时会得到反馈。 还能创建问候。 4. Audience Network 带有网门性质的版位。 利用Facebook的定位功能、广告格式和管理工具。 在各发行商平台和环境中投放广告。 包括以下几种广告形式。 原生广告 在Facebook合作的APP上进行广告的采买。 可以应用本身的情况。 把我们的广告插入到APP本身的内容里。 形成原生广告 横屏广告 出现在Banner图上的广告 插屏广告 类似电脑里的弹窗广告 视频插播广告 在手机看视频 视频开始前就会有插播广告 奖励是视频广告 看完视频之后 可以额外得到奖励 常出现在游戏、应用类的产品 B 如看完游戏里的视频 可以增加体力值、经济等等 二、Facebook粉丝业介绍及创建运营 一、Facebook粉丝业 Facebook粉丝也是Facebook提供的免费在线宣传的页面 可以吸引粉丝 进行品牌营销、开设店铺 提升我品牌知名度 促进销售转化 具体功能为 及时跟客户传递最新资讯 新品发布前 可以发帖告诉粉丝 必用主页推广和速推铁 增大粉丝页的覆盖面 向用户宣传商品、服务 如告诉产品新的功能、使用场景等 和客户进行直接了当的沟通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发布工作岗位 一些品牌商 如可口可乐、奔驰等 可能在粉丝页发布工作岗位 分享优惠 如在粉丝页发布优惠券 增进交流 粉丝页的主要功能 还是能和粉丝做更直接了当的交流 通过评论关注粉丝对产品的意见 还可以推广活动 在Marketplace出售商品 二、创建粉丝页需要什么 一、主页名称和说明 主页名称可以是商家名称 或其他便于用户搜索到业务的名称 二、准备头像和封面 选择最能代表业务的照片 许多商家选择使用自己的灰镖做头像 封面照片则可选用门店 商品或当前某个营销活动的照片 Fastbook官方的尺寸 头像尺寸是170x170像素 主页封面是851x315的像素 这个像素便于上传 在粉丝页载入时速度也会比较快的 三、您希望用户采取的操作 三、客户反馈 Fastbook会在一周内向从粉丝页购买过的用户 发送调查文券 涉及产品质量、配送时间、售后服务等情况 综合客户回答和Fastbook算法 给店铺评分 前期出货量不是太大 可能暂时没有评分 但一旦有了评分 我们就要时刻注意 因为评分太低 广告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可以通过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